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赞陈兰真 赞助播出 天然高维C 好喝次宁吉 本节目由天然维C 天生活力的次宁吉 赞助播出 神州行孝心卡 父母省心 子女安心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赞助播出 声声不息唱不尽 好酷好物贯不停 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 赞助播出 加入芒果TV会员 每周日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遵向超前营业的港月加更版 好了 到了最后一集了 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关于港月的 不过香港那么多个性 为什么要找到我来讲这个呢 我觉得是因为年纪最大的那个 没办法了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七十年代回到香港了 那个时代有温娜 还有罗文 还有最重要那位的许冠杰 他们唱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 我听他们的歌 学了粤鱼那个咬字那个方法 所以这一班人是很重要 八十年代的就是我第一次在宏馆 用那个四面台来做这个演唱会 四面台呢 因为灯光啊 音响啊 是比较难做一点 不过我很喜欢可以接近观众 就好像给观众包着这个感觉很贴心 也很踏实 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呢 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歌星都在开他们自己的演唱会 我和张国文啊 孝奖啊 林漾芳啊 徐晓峰啊 四大街房啊 开了二十场啊 三十场啊 徐晓峰啊 我记得他开了四十场啊 演唱会 他很厉害 到了现在呢 港岳也有很多新的样子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今天还有那么多老朋友 跟新朋友 都喜欢港岳 我想港岳真的很值得 可以让我不同的人有相同的渴望 共同的前往 港岳非常的独特跟细腻 可以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能够抓到 或者是触碰到你的某一个点吧 港岳在中华文化传承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例如我唱的念秦恩就是传承了烤道文化 林漾芳他就是唱要出千分光 就是传承了武俠文化 港岳包含了很多中国文人的风骨 这个风骨里面也蕴含了 爱国主义精神跟民族主义精神 香港流行文化跟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分不开的 因为我们一起创作了太多的会议 到现在呢 我已经七十五岁了 我唱了那么多年 歌很多朋友很多歌星 现在都不在了 我是很怀念他每一位 他们的音乐也是永远在我心里的 但我们还是要把期待放在未来 这样才有下一首歌 我们还未在一起很长的时间 不管在哪儿 我心里的火不会灭的 就像你们对港岳的爱 港岳对中华文化的爱 它会越少越忘 生生不息 我心里的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我希望我们在场的每位歌手热爱的港月可以永远陪伴着你们 谢谢 没有了忘记了有意 达到你想不太容易 即使有信心都自却抑制 掌声 掌声 没有了忘记了有意 没有了忘记了有意 达到理想不太容易 福师有信心都自却抑制 谁人带我去华流 带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两手 只想靠两手向理想飞上 我心中的宇宙 我心中的宇宙 哇 总要创优 梦想有一辆船 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 总可见 谢谢 è 总要是个有意 要 总要是你 总要是你 不需要 只要有信心 都自却抑制 谁让定我去怀疗 定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两手向理想归手 万里天气高 心躁自比天能够 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多了 真狂 我有我心底故事 伸手写上每段吉上浪与悲与梦言 重有创生不追悲 梦想有一大乘走到心底梦想的世界 伸手写上每段吉上浪与悲与梦言 重有创生不追悲 梦想有一大乘走到心底梦想的世界 终可见 有请今晚金曲盛兵主持人 何炯 金曲推荐人 王祖兰 鹿山洯与悲与梦言 二十一 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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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一三十一 刚才的 瑶瘾与悲与梦言 和 никак 四十一 无数 唯一 鸟唷 有 欢迎来到《星生不息》 《帕浙堂喝简醇》 《灵浙堂无负担》 这里是由君乐宝简醇酸奶 独家冠名播出的 《生生不息》 《简醇》 《灵浙堂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我是主持人何炯 大家好 我是金曲推荐人王祖兰 《生生不息》 是由马果TV湖南卫视 联合香港TVB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 特别气化的音乐县礼节目 我们的节目由 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 和港澳台办公室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宣传文体部特别知道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 今天是我们生生不息的 金曲盛典 节目播出那么多期 每当结尾的时候 特别是大合唱响起的时候 因为那个氛围感实在是拉满 所以很多观众都会感叹说 洒花 完结 全剧中的极致感 然后这样讲着讲着呢 下一期我们又会如约而至 可是 这话说着说着 今天真的来到了 生生不息 第一季的最后一期 是的 今天真的是大结局了 有金曲对决 也有颁奖胜典 然后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可以看看后面所有歌手们 跟大家一起看表演了 欢迎你们 欢迎我们最可爱的歌手们 另外今天又有尊贵的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也给大家介绍 俊乐宝集团副总裁 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 许静女士欢迎您 声声不息用了一季的时间 想要描绘港乐的模样 可是一场一场唱下来 我们发现这个讲述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港乐实在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命题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 它承接着中华文明和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火 这新火在港岛自有风华 深深地影响着整个华语乐坛 所以如果说声声不息是一个音乐节目的话 不如说我们是一场以港乐为视角 跨越近80年的中国文化的接力跑和传帮带 是的 声声不息这个节目呢 可以说是中华文化长河里面 冲干划过的一个渡口 而今天的歌手们呢 将会在这个渡口上面 以七零 八零 九零 零零 一零 五个年代的港乐进行比拼 声声不息金举盛典 将进行五个回合的金举对决 两队不限出场人次 曲目以年代为序 结为对阵双方 接受金举出品团的二选一投票 每回合票数相加 票数更高的队伍 将成为声声不息 荣耀战队 本场十首禁言曲目的前两名 将直接入选港乐时代唱片 每获胜一回合 本队将有一首移珠金曲 入选唱片 金曲出品团将对唱片 全部曲目进行投票 最受喜爱的两首歌曲 将最终成为声声不息 荣耀金曲 是的 我们今天晚上一共有五轮的对结 那么我们的歌手们 不但是要为自己的作品 能不能够入选港乐时代唱片而战 同时要为自己队伍的 遗珠金曲而战 还要为荣耀战队的荣誉而战 那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 在盛典进行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可以上微博 搜索生生不息的话题 进入实况讨论 来实时分享看节目的感受 一起聊聊你从港乐当中 收获的感动和力量 我们第一轮对决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第一轮对决双方要带来的是 七零年代歌曲的对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可以说是一个新旧生活方式交替的年代 也被公认为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碑 那个时候人们干尽十足力争上游 土地也洋溢着希望和生机 国家大不向前与世界接轨 而东方之珠香港也在悄然崛起 我记得我刚刚来到生生不息的时候 导演告诉我说 之所以选我来生生不息 是因为我和港乐有着不解之缘 我当时听完之后呢 就非常的诧异 我想我那么多年默默地喜欢港乐这件事情 难道这个小秘密被大家知道了 后来导演就给我解释 说香港流行音乐启蒙的年代 是一九七四年 是你和炯出生的年代 我之所以可以来生生不息 只是跟出生年代有关系 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谢谢 谢谢 叔叔阿姨 谢谢 不过不得不说呢 七零年代 是香港音乐开始确立风格的重要的时代 同时在那个时代 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家 而黄瞻先生 就是其中必须要提到的一位 今天我们第一回合的两首作品 不论是词还是曲 都是黄瞻先生一个人创作的 其中一首呢是来自客琴队的 由邓丽君原唱的《忘记他》 另外一首是来自千话队的 由张玛丽原唱的《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掌声有请金曲对决双方 看起来 除了 小子 英雄 刚听etin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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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